生,这种底,底株要生,年份都往前推 底株修毒比较深 对,还有这种明秋味的修毒方式 所以说它是早期的 而且这个龙比别的我见到的龙画得都要漂亮 这个形制,一看龙头 还有这个身体这个柳馅,这都是特别漂亮 而且这个发色特别好,发色很蓝艳 这个润光,这个银润 可惜的就是这一道大冲,然后又缺一块肉 老板说这个要是不缺肉的话,咱们得大几千块钱 估计得大几千,六七千 这后边这是,这是后边写的是什么字呢 这叶,叶什么,叶兴忌,叶兴忌,叶兴忌 而且是标准的泥秋贝,非常具有这个借鉴学习的意义 还能便宜吗?不能再便宜了 老板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了 他这个八百拿来的,九百让给我 这个我也甭跟你讲了,我就要了,我给你转账吧 挺喜欢这个,这个比我别的见到的都要漂亮 对发灰,而且画的画工不行 这个画的确实很漂亮 我给你转账吧 白的 我知道这个这是青花堆,边上有这个青花堆白的 可能是这个乾隆左右的,五福捧兽的 窦青五福捧兽的盘子,成化粘制的寄托款 但是这个盘子这种这种幼了,还有这个什么 它好像不是景德镇造的吧 是不是带点德化的这种风格呢? 这个姿态像景德镇 这个好像是底足相景的真的 但是它的右面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有点特别像德化的那种感觉 它烧制民谣器嘛 所以说它就相对来说 它不是说这弯腰定制的东西 是吧 明映屏 台还是比较,你看,细的,街白喜悟的 这个火石轰道是挺明显的 看,看,是吧 它是老橘子 不细实力 这个也不贵 这个几百来着 这个最低五百可以给我 最低最低五百是吧 好 行吧 我先要的这个得了 要的这个再说吧 回头考虑考虑再说 这个外边都卖四五百 是是是 那个我还是有 我买了一个 就有充的都卖四五百 这个要是没充完整的 也得以前 也得以前 全品也得以前 康熙的 是 康熙的蹄兰花 这个比较比较典型的啊 花片也挺好的 嗯 你这个卖多少钱 这个 这个你要要四百给你 我就不挣钱 也是四百 哦 差不多 就是三四百块钱 画龙好 还是大 行吧 今天我就先拿这个吧 回头再看看 行 行 先着啊 哎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看到这个发色很好 而且这个画工非常好 无论是这个龙头了 还是龙爪了 这个画的都还是比较细的 看这个龙尾 这个线条是非常非常好的 决定还是拿下来 好 虽然不算太便宜吧 因为有冲有裂 回头学学精善 但修不起来 又是一个完美的东西 好了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 谢谢大家